《淺水館》 《淺水館》 我是張文景 30多年前在美國的郊區 開始了這個品牌 但67年前我們的主席在中國 這裡就很像淺水館 我們發覺這裡的配套 有酒店、有食、有超市、有學校 沒有醫療設施、沒有養老設施 這裡這麼近香港 一個這麼美的淺水館環境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 醫養結合的一個項目 好像酒店一樣 令到有需要住在這個 我們叫做養老新天地的地方 就滿足到他們的水館 無論港珠澳大橋 那個交通配套 包括高鐵站 很多種種的配套 開始越來越情熟 我們覺得在維東或者南區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要令到我們在維東這個項目成功 我們就反而開始 很深入去調查 香港人過來養老的需要 譬如旅遊保險 我來到這裡有大病又怎麼辦 我的交通又怎麼搞 種種這些問題 過去這一年多 我們就在技術上已經解決了 所以這些老人家就開始安心 也都可以維持在香港的一些覆塵 我最感動的一次是打風 這樣就沒有了電 由食堂抬到十八樓 三餐都是這麼豐富 所以就幫我們來 他們來到不只是養老 根據他們自己的意願 他們自己的能力做得到什麼 我們鼓勵他們做多些 包括我們有些老人家可以參加 老人大學 他們可以來教書 貢獻他們以前最尊嚴的 我們有些音樂家 教音樂 寫字不寫字 我們就給足夠的 預防性健康管理 長期病患管理 令到他們有這樣的質量去玩 大灣區在維州這個地方 我覺得有幾個優點 第一,它有很天然的環境 第二,它相對的成本比較低 因為我們打算在一些二、三線城市 去繼續發展我們這個模式 我們的國家是對於一些醫養結合的鼓勵 社區的大健康管理的政策鼓勵 在一個我們叫做起步的行業 多了覺得有產業化的趨勢 即是多了投資者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對於我們面對現實 人口老化是一個很快離 甚至離了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是一個很適合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